欢迎大家收看由小峰教程网推出的Web安全基础系列教程 我是陆简草 今天这一课呢我们来讲一下这个XSmos后台那位需要的一个方法 我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关于配置文件插入一句话的方法 那么在开车之前呢要跟大家强调的是 在配置文件当中插入一句话 它是一个比较有技术含量的活 也是一个相当有危险性的活 如果你一旦就是随便乱插的话 把这个网站插崩了的话 那么你很有可能是要承担后果的 虽然这个管理员恢复它就很简单 它只要去配置文件当中把你随便乱插的东西给它删掉就行了 但是它这个整个的前台 在管理员没有去进行恢复操作之前会整个的崩掉 就是说这个网站就打不开了 所以一旦你要是乱搞的话 别人完全是可以追踪你的责任的 包括像后面你会看到 这个配置文件当中 我们是需要根据后台的配置文件去进行一个闭合的 所以你看不到这个配置文件组成的情况下 你随便的去插码 那么是有很大的风险性的 所以这个方法呢介绍给大家 只是说告诉你们有这种方法 不建议大家在这个技术不纯熟的情况下 去随便的使用这个方法 一旦发生了一些危险的后果 你是要全部承担的 那你要是说我在本地搭个把程序实验 这样是完成可以的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去互联网上随便找一些站点去瞎搞 这样的话呢 你就是已经触犯了法律了 所以这个一定要跟大家讲清楚的 不是开玩笑的事 然后我就来看一下吧 这个XSmos 它是在这里啊 那我加了一个-socle 就是说这个网站它是有一个socle注入的 所以它是个最大的socle注入 所以这个拿后台的方法呢 也就产生了 那我去访问一下 是BuffC端口 这是个搬家公司 然后我们直接来后台就好 看到没有 这是XSmos 这个的话呢 它的这个后台也有一些上传点 它有上传点 那么像我如果是RS6.0的话 你可以配合解析漏洞去进行一下上传 包括它这个编辑器 你也可以去想一些方法 对吧 包括 OK 我们来想看一下它这个静态内容生成 能不能生成HTML页面 然后你结合这个解析漏洞 这个的话到ECShop ECShop的时候 到这个ASPCMOS的时候 跟大家去讲一下 那这些呢 你也可以去进行一些操作 相应的操作 那我们其实主要用到的位置呢 就是在这个系统设置这边 去插入我们的一句话木码 那你首先要知道一下 它这个配置文件是在哪里啊 给大家讲一下吧 它的这个配置文件呢 是在这个INC这个目录下 有一个config.asp 你把它打开 你就会发现它这里 记载了它的一些配置信息 那么如果我们在这个后台 去进行一些信息的修改的话 它会把你写 它会把你这个做的相应的修改呢 放到 就是放到这个位置 放到这个替换这个新月搬家公司 比如说 那我们如果把这个一句话插进去了 那你去通过菜刀去连接这个 config.asp的话 这样的话就可以直接用菜刀去连接上了 所以这是这个原理是这个 也就是说呢 你相当于在一个config 在一个asp文件里面插入了一句话 那么我只要这个一句话插进去 一句话的本质是什么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 一句话的本质就是说 它通过创建了一个参数嘛 然后它允许你通过传入一些不同的参数值 去执行一些操作 那么菜刀呢 它就是将你这些操作写成了这个 一个程序 集成了这些功能 然后它帮你去传这些参数 所以它本质就是说 我们添加了一行 可以 可以 可以控制的这个参数值 本意就是这个 那么 如果我把这些行 插入到这个asp里面的话 那么也就是说 我可以通过这个asp文件 去往里面传参数 比如说 config.asp 文条x等于什么什么东西 那这个后面呢 就是一些操作 比如说 你可以通过它去上传另一个文件 通过它去执行一些东西 本意就是这个意思啊 所以我们只是把一句话写进了这个里面而已 那你想一下 我这个插进来的东西 就是替换这个新月搬家公司嘛 对吧 那我如果要想要 使我这个一句话成功执行的话 它在这个 它在这个引号里面 肯定是不能执行的 我们肯定要让它独立出来 那你首先是不是得 先去闭合一下这个引号 然后你还要把前面这个东西 给它闭合掉 那后面也是一样 你要去闭合这个引号 然后把后面这个也给闭合掉 所以你写的格式呢 就这样子吧 你可以把这个前面加一个 加一个引号 然后你这样子去写 然后在这里面呢 去写你的一句话 之后你再把后面这个引号 后面写成这样子 然后去给它闭合掉后面的 那么你这个 这个的话你就 就这样释放出来了 这个里面你自己本身 一句话的话 它写进去 它也是有这个东西的 我直接把一句话贴过来 给大家看一下吧 应该就是这样 闭合的 你看我们一句话本身是有这个的 所以就相当于 现在就变成这样子 那前面也是 前面也是这个 我要参考这个mage 你看前面和前面 闭合掉 后面和后面闭合掉 也就是说 你这个就单独出来了 就执行了 就能执行了 原理就是这样子 这个和后面去闭合 那你想想看 如果它要是 不是常规的这种写法的话 那你一插 很有可能就插崩了 所以这还是很危险的 不要随便的去 对别人的网站 进行一些插码操作 这个我要把它复原一下的话 OK 就是原来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插码的话 就根据我这个去插 那你也可以说 你根据你下来的 你下来的这个 XY CMOS的版本 你试着去构造一下 然后去插进去看一看 插的话就是 把这个东西复制一下 然后放到这个 放到它这个框里 建议大家把原来的描述删掉 因为有的时候呢 它会对这个字符的长度 做一些限制 然后如果你不删原文的话 太长的话 可能它就并不会完整的插进去 你也保存一下设置 我看一下这个修改成功了没 你看这样的话就插进来了 然后你可以去尝试的去连接一下 就是这个 那我再复原一下 OK 这就是我们插码的一个单列的操作 只要它能写到配置文件里 如果它的这个 其他的一些东西 它能写到模板文件里 或者是写到配置文件里面 你也可以去利用 这些都可以去利用 只要它写进去了 就可以去利用 这是这个配置插码的一个 基本的演示的流程 以及原理吧 OK 感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